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三号大叔为您带来的多套直播比赛解说 现在继续给大家带来的是XG对战OneWin的比赛 那么这场比赛的话呢是 2024年的TI13国际邀请赛的比赛 XG对战OneWinBO2的第二场小组赛 也是本届比赛XG的小组赛最后一场 当然了由于XG已经锁定了小组投名 因此这场比赛输赢 其实上一场比赛好像输赢就已经不是特别的吃紧了 那么这场比赛的话就是完全可以瞎打就没问题 不过从阵容上来看的话倒并没有瞎打 AME一场比赛拿出一个练金术石 然后再加一个小鹿 从不得不说的一点 就是XG明显在这个整个选人BP的过程当中 你能看得出来就是他们在追求从之前的那个完全放弃限优 然后追求中期打架效果的一个思路 现在变成了一个要特别追求限优的这种打法 炼金加小鹿的这个二人组 是在天梯顶分局双人分路里面 这个限优率最高的二人组 就是小鹿加上炼金 能够跟他差不多的阵容 一般是炼金加上发条 当然现在还有一个 现在还有一个是炼金加这个 那个新英雄白系大王 但是除了这几个之外的话 这个里面出场率相对来说最高的 其实就是小鹿加炼金 现优率是最高的 没有之一 所以能看得出来 他们现在在整个的一个BP思路上面 就是在追求一个先把限优先解决了 然后中期我团战的能力 我本身团战的能力不全是靠阵容 我是靠这些选手之间的一个配合的默契程度 然后搭上我整个阵容选择的合理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好事 从这些比赛小组赛虽然说完全不影响 这个虽然说完全不影响出现到淘汰赛的名额问题 但是从XG的整个比赛表现来看 他们中期的团战是没有扔下来 中期团战的表现还是跟以前一样好 然后通过阵容把前期的对线劣势这个问题解决了 这个可以说是整支队伍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强 还有马西小精灵 马西精灵是比小比精灵马西还厉害 从现优率上来讲 由于现优率他的参考标准是经济 所以炼金术师 他的在有额外金钱 因为有额外金钱这个因素 所以导致了所有现优率排行里面排名靠前的全是带链金的阵容 这个里面只有两个例外 只有两个例外 一个是我给大家做过的精灵马西 还有一个就是也是我给大家做过的这个PA代泽 顺带说一句 我给大家做完那个PA代泽那期视频以后 有观众去跟他的小伙伴一起试了 爽的不行 给他们爽的不行 好这也看一下过来抓住对方的丽娜 小鹿的血量有点低了 小鹿先被击杀掉 不过丽娜应该是跑不掉的 还下一个平A直接A死 小鹿生这个地方应该是跑不了了 等一下小鹿生这个位置是有一口魔伴啊 有一口魔伴 那么这样的话还骗了一下对头的走位 想要再多杀一个 对方反应还是比较快的 发现这个伐木机 伐木机第一下转头 那个动作看起来像是感觉跑不掉了 想要再打一波输出 然后赶紧的死了 以后尽快复活 结果没想到这个当对手 以为这个伐木机要这么干 都是一口魔伴吃上来以后 直接一个反打 差一点反杀一个 就是能够去和带炼金的二人组 去比拼现优率这件事情上面来说 到目前为止能够去比拼的 只有我刚才跟大家说的两个组合 精灵马西和戴泽P 但是精灵马西因为有一个小精灵 很多人对于小精灵这个英雄的熟练度 不说是一点没有吧 也只能说是没有一点 所以就是必须用带泽加PA的这个组合 有观众去试了 而且有不止一个 有好多观众去试了 然后给我的反馈都是玩得非常爽 现在双方的开局这场比赛 打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一个团队经典 小路下路这边被拍色 TS这个伊斯雷大帝 如果观加人伊斯雷大帝 加TS的大招输出 漂亮 只会是戴泽小医生的伐木机 这样人都是来到了一个2比3 那心情的拉比克 加上一个三号位伐木机的话 这是一个标准的限列组合 拉比克 就是搭配拉比克 能够打出限优来的 能够打到50%以上限优的组合 我只见过一个就是大人马 没有其他的英雄 比如说跟拉比克配合 我能打出限优来的 就没怎么见过 这团独狗这边过来 关 抢狐 抢完了以后 TS也来到了战场了 这样的话 我不光是要抢狐 我说不定我还在杀你一个降球 拉比克这边举一下 TS过来给一个闪电 除了TS没有拦了 没有拦了 没有拦了的话 你们这来的人不够多呀 来的人不够多 你不要绕树林了 我去伐木机 你还绕树林 你是怕我旋风伤害不够高 是吧 独狗这边居然是单杀掉了心情 不过自己也跑不了 这个位置 剩余的血量也不够他去TP的了 最后一个戳 拿到这个人头 打完了以后 小毛的穿山甲 现在经济排在全场的第二位 铁金这个炼金术是在下路 因为对线期打的就很顺 无解肥 加上自己额外金钱 目前的经济呢 也要领先 团队经济方面 现在领先1000块 看7分钟 现在的这个经济 炼金是4800多 对方的瘦呢 现在是3600多 已经拉开1000的一个差距了 看看小毛 小毛这个位置 对手想给波技能 不过拉比克救的很及时 熬出来了 桃上下一个装备 十零箭是准备出的 是刃甲 帝泽泽和朋友开黑 一直杀一直笑 这个兽这边 给上一个技能 然后秒突 秒接了一个突 秒接了一个突 直接撞死了 这样小铁铁被带走 小毛 小毛也要没 大招没有来得及开 差距一张比赛 果然瞎玩儿讲 果然是瞎玩儿讲的 这个不是在给这个 差距一张比赛没打过 到目前这阶段 没打过 对方找借口 就是很明显的在瞎玩儿 整支队伍现在这场比赛 打到目前为止 就是在瞎打 没有什么沟通 也没有什么配合 一个穿染甲 能够在没有大招的时候 跑到对面四个人中间 去打架去 标准的就是瞎打的 感谢雨林冷老板的舰长 欢迎老板上舰 欢迎这里 欢迎摸摸哒 他们现在已经是 锁定小组第一了 然后这场比赛 其实就是科研一下 科研一下 然后让整支队伍 其实放松 你当放松也行 当科研也行 当放松也行 各位 咱们看个热闹 对吧 不过就这场比赛 照着这个打下去啊 我估摸着输不了 虽然说他们现在 打得这么松 但是我觉得可能输不了 无非就是 XG回到了之前 那种四个人往电一躺 然后等着AME带飞的 那种状态 AME打这种局 打的也不是 一场两场了 对方这场比赛的 单体输出能力 这大招开出来的 这个反击速度啊 毒狗给上技能 链金 然后飞秒了 飞秒了之后呢 毒狗关救一下 迪娜上来 开始给输出 迪外往回车一下 穿迪娜的车 这波这个支援速度 提上来了一点 先杀对手的毒狗 是没搞病的 不过这个爆发好 我骗你们 这爆发好 第一拍地板 拍死一个 TS的斯雷达D 没有D 所以应该是用错了 这个时候 丽娜加TS 两个人的这个 输出有点高啊 小路就还是被 对手的丽娜A死 然后小毛这个地方 给上一个戳 一个拍地板 拼掉了对方 那个丽娜 这里想强赞给一个穿刺 拉比克落地了以后 这一波也是来不及就了 这样人都说 来到了7比10 对手的丽娜 虽然最终是被击杀掉了 但是之前 已经吃掉了 好多好多的经济 和经验 这波对于丽娜来说 不亏 这边小强给人一个穿刺 杀一人 拉比克里边 可以偷一个皮吧 应该 偷到不是皮 偷的是个炭 想再去偷这个皮 一个时候来不及了 感谢袁亨一贞cc老板的人机票 和摸摸shiki老板的人机票 谢谢两位老板 电队手里边现在已经拿到了灰药 相位斜加上灰药8000块 手里面800多的存款 自爆打野 绝活自爆打野 这帮人 这帮人 查理这帮人 现在只能说 就是确实状态是不错的 这场比赛 这穿人家打成这个 打成这样 经济都没完全掉队 还能跟对手的TS的经济 差不多 是多少有点离谱 哦 这个刃家出来的速度还是挺快的 不像了 直接大招开起来 哎呦 对方的这个伤害有点高啊 小毛里边虽然大招开出来了 但确实伤害有点高 扛不住 诶 这里小鹿被抓到 丽达直接给打 非常果断啊 大家小鹿果断有点红 拉比克这边橘 但是对方跑得很快 那个地方开阵甲 大招钻住 然后小翔接穿刺 拉比克这边被带走了 脸金刷了一万块钱 十三分钟 不到十四分钟 刷了一万块钱 炼金分身能不能解自爆 不能解 不能解 但是你抓的时间够准的话 可以卡在自爆出来的那一下 利用分身的无敌给他核盖掉 哦 长刃甲 这波开始刃甲 但是对手人有点多呀 大招给上去 但是小鹿和拉比克都在边上 这个时候小毛没有技能 又被拍死了 麻木机来到战场呢 这边一个非凡加小鹿的输出 带走一刻 炼金速食来到战场 这个瓶子扔出去 不敢再往前追了 这个再往前追 有点 就不太不把对面当回事了 现在万民领先 这三千的一个团队领解 炼金一万零六百多 那穿上甲的经济终于掉队了 就这场比赛 就小毛这个穿上甲 打得这么松 这么松弛 现在才掉队 早就该掉队了 我觉得他这个经济 应该至少在五分钟之前 就该掉队了 多扛五分钟可以 这边又是一套技能 打上去 小鹿章也是被对方直接A死 你看这个就是前期 你挖的坑 如果是比如经济和对手的 TS持平八千三的一个发布局 那他这波死不了 但是呢 因为他没有那个经济 所以他这波就会被对方 两分直接游死 所谓的前期 你优势还是劣势 限优还是限劣 他的影响就体现在这了 现在炼金的经济优势并不大 没有跳刀 没有跳刀的话出去 想要去找一点对手在外面的人 但是没有成功 这块穿上甲又被对手秒了 老强抓到了以后呢 兽直接一个突 过来以后秒掉 指定箭矢手里边 现在是密法斜加一个刃甲 准备出了跳刀摩金 我个人建议 One Win这场比赛 千万不要去发任何嘲讽的东西 你这 这插戏不跟你好好玩 你赢一把赶紧赢一把就得了 别擦嘲讽的东西 你和嘲讽人家 你在不是已经要拆基地的时候发嘲讽 你再把插戏惹挤眼了 跟你好好玩了 你这再输了 更难受了 千万这个时候不要去乱发嘲讽的东西 被抓成这样不差几个真眼吗 真眼差的挺多的 地图上现在真眼可没少差 这个咱们不能说他没差 真的差了 但是球现优好 还是中后期打团力还好 你要看你的战队能不能扛到中后期 很多队伍他想的是我这个阵容中后期厉害 然后他根本就逃不到后期 有人填色给技能了 不过这时候小学生手里面有笛子了 他有笛子了 这里大招给上 然后受这个突破 追过来以后呢 练金就在边上 已经有BKB了 已经有BKB了 确实有点差不了 那么小学生的这个拔木机还是被带走了 小毛的这个车看一下位置 这TS转身给一个斯拉大地 逼一下对手的走位 没有让对方继续往前追 受的这个BKB出的早就是舒服 但是大招钻人的话 打断不了 百息大王是还没进队长模式吗 一般一个新英雄出来以后 要进队长模式的话 至少要几个月的时间 不会这么快进的 之前有过 我忘了哪个英雄了 刚出来没多久就进队长模式了 但一般这种情况 都是因为这个英雄他足够入 像百息大王现在这个离谱的胜率 是不会给你放 不会给你放进队长模式里 你这种英雄放进队长模式的话 那就大家肯定都是去 大家肯定都会去争取一个先班先选 就是你在BB顺利的时候 所有人都会去抢一个先班先选 不会去抢后班后选 你百息大王现在的那个胜率 现在那个是一个强务 你如果是后班后选的一方 稳定浪费一个单位 看看这方 这方的这个兽 这个兽是真猛的 现在 无解肥兽压制力确实猛 而且这场比赛不光有无解肥兽 还有一个很肥的老鹿 跟他一块儿吹 再见 7566936384老板 得牌谢谢老板 到哈姆级偷我来 给张康子能 对手的兽 这一波 开始给你开始跑 开BKB跑 这个BKB的时间可是越来越少了呀 这边 然后团人家开车 往回拉一手 然后接着往前追 这边也开BKB跑了 团人家在接着开车往前找 先找一下对方的这个毒口 杀铁酱油吧 骗子 嗯 团人家的毒口 关一下自己 拖一点时间 他这里边应该不会再继续追了 小强的神之暴裂能秒野怪超离火的 确实是 好 发灭又被秒了 又被秒了 虽然有敌子 但秒的还是很快 练筋来了 练筋有跳刀吗 没有跳刀 笑死了 这方人是全员刃甲吗 拔木机没出 那就是石林剑士跟链剑两个刃甲 大老师几层顺利 大老师目前给到了92% 三个 Portugal 挺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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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叔大叔 快带你带来 拖后期的 那 我觉得不算 有的翻吗你说这场比赛吧 翻肯定有的翻 这翻肯定有的翻 眼睛下一个枪席 决赛日期是哪天 决赛十五号吧 十四号吧 到处理 到处理 我当时连银 零二十五号 那还是睡吧 因为这场比赛从两支战队从XD这个队伍的实力和阵容支持来讲的话 翻盘不是不能翻 但是从他们这场比赛的表现和对于求生的欲望来说没有那么强 所以我个人建议就睡吧 翻盘的前提是想翻 目前这个XD状态没看出来想翻 有人帮助Dyer的中塔 双弹 这场赢的话团战的时候要去找后排 就是你第一时间就要去找后排 或使对方的前排回撤 这个是他这整体的 就打起来的时候你要让对方的前后排待待在一起 这个才好打 你一上来就顶着对方前排揍 那对方的前排一个小强一个开始技能的TS 一个 一个兽 对吧 这几个东西在前排打不动 那些杀手小古德老板的灯牌 EDTA2HNA老板的灯牌 这里又是蹲到了一个前来做视野的小鹿 套路 对方奖路 这两个人 NEG spawn 想听说百系大王可以上分吗 和什么英雄一起上分比较好 百系大王没有什么特别需要配合的队友 这个英雄自己就很强 他数值怪 他应该现在是个数值怪 但如果你要用他上分的话我不推荐 因为这个英雄的胜利和高分局都非常高 高分局的时候在大家的个人计算数水平差不太多的时候 数值带来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但是像这种不能推塔不能打盾 只能去打酱油完全没有成长性的英雄 他在这种越低的分数段 大家越倾向于去刷前优势局越不推塔的阵容 他的胜率就会越低 就是在先锋局或者是这种新手局 你一边正常两边都是这个正常的水平 就都是先锋局所在的这个正常的水平 或者说新手局正常的水平的话 一边选五个大哥 另外一边正常的选一到五号位 然后按照一到五号位的经济分配 另外一边五大哥谁有本事谁补刀 那可能五大哥那边的胜率反而还高点 你知道吧 现在炼金的经济已经被对手的丽娜追上了 已经追上了 现在对头的小强大根的等级也上了 炼金开始准备养A 这波团架打完了 我估计就结束了 这个时候 one win的经济优势和装备优势 足够大 而且278分钟的时候 你这个人的血量还不足以成长到 能顶得住对方的一轮爆发 对方刚才能秒你的 现在还是能秒你 不然大格上去也秒掉 你看这个刚才能秒你 我现在还是能秒你 你没有反打 我说连接术舍 自己一个人往右边跑 BKB开 然后没法点这边跑 对方还有个大招 还专注直接拿着 我感觉就是这一下 这一下打完了应该就结束了 大家说也太看不起先锋了吧 没 我不是看不起先锋 因为先锋是 这是这个天梯分数最初始的 这个分数段 也就是说正常处在 这个分数段的玩家 就是你正常我的水平 现在就处在先锋段的玩家的话 他应该就是新手 接近新手的半新手 是新手的这个水段 看一下这一圈身甲打一套 然后小毛这里往上跟 撞一下 然后呢再兜回来 开着刃甲 打不死人 链金不在 在高级上面拖时间 护离锁 兽直突上来 大招给上去 nice 打掉 链金这边复活 开着大招 扔了一个瓶子 给到对方 开着BKB的TS身上 然后下路的高地拆掉 新枪还是被这种 TS直接锋 看看这里 兽出让来 小医生被瞄以后呢 拉比克选到了买活 穿上俩过来拍个地板 这顿岛真没少套 MV这里也是要被瞄啊 对方TS开着BKB 对方TTS直接往前顶 立纳这边给一套技能 这边扔个瓶子上去 对手直接把下路的高地 给他推掉 还不济吗 就该济了吧 这边扔个瓶子上去 这边扔个瓶子上去 在雪堆墓墓 Radiance Middle Tower 可以帮助 Radiance Middle Tower Radiance Middle Tower 赶紧G了下班呗 我也不太理解 为什么XD这时候还不G 没太明白 阿比克的神志爆裂 没有额外伤害结算 那岂不是没用 这几张偷了 用来打野 上了一下待会儿去哪家吃饭 那这倒有可能 那他练进那边 直接想过来去找对手的毒口 但是没开BKB 你看BKB被Lina直接一个技能并入了 秒掉 这总可以G了吧 拉比哥们那边TS扔到高台上 连这游戏都这时候了 还能想起干这个 你也上去是什么意思 哈哈哈 你把人家弄也掉了 你上去了是吧 行吧 那这样的话 这场比赛结束 最终XD是被对手直接 碾压带走 32分钟 那么本场比赛结束 我是桑果拉书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和直播的话 不要忘了收藏订阅的频道 咱们稍住休息 一会儿给大家带来今天的第二轮比赛 我是桑果拉书 下场见摸摸蛋